我们进入Lilux项目实战的第二部分 项目规划 这一部分我们主要讲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项目的目标 因为项目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中心和重点 那么项目目标这一讲呢 也是我们整个课程的重点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呢 我们来说一下项目的这个程序设计的分层理论和模块规划 这个也是我们在程序设计或开发中常常用到的一些技术 第四部分呢 我们说一下开发方式的选择 好 我们现在看项目目标 什么是项目的目标呢 项目的目标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所期望达到的什么结果 项目必须有一个目标 不能是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没有目的地的旅行 我们文艺上可以这么说 但是不能用于工程项目领域 项目工程目标必须要明确 我们做什么 不做什么 做到什么程度 都要描述的非常的清晰 项目目标是我们所有项目活动的一个基础和依据 我们把这个项目目标确定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采取哪些活动 按照什么样的计划和步骤去进行 另外一个呢 项目目标具有可实现性 如果说这个项目目标是不可实现的 那就等于没有目标 我们在描述项目目标的时候 要使用这种可量化的语言 而不能使用这种不可非量化的描述方式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描述这个项目 它要达到一个大并发量的一个功能 那么什么叫大并发量呢 究竟是大于100叫大并发量 还说大于1000叫大并发量呢 光这样的描述就是一个非量化的描述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量化的描述方式 可以这样说 要求并发量大于1000TPS 就是说每秒呢 要处理1000个以上的事物 再比如 我们说要要求低延时 系统要求低延时 那什么叫低延时呢 那么换成量化的描述语言 我们可以说响应时间小于多少 另外一个高可靠性 这也是一个非量化的描述 我们换成量化的描述 可以说故障率小于多少 比如说故障率小于3% 我们的项目目标是通过这种成果交付物来体现的 各个项目阶段完成以后都要有相应的成果和交付物 如果没有相应的交付物 我们就不能确定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否达到了 这也有一个简单的列表 简单描述了项目各个阶段的一些相应的交付物 大家简单看一下 这个说的非常的粗 这个说的非常的简锐 简锐锐 好 我们来看一下项目目标要素 项目目标三要素 时间 成本 质量 这三个词可能大家在其他地方也见过 比如说我们在项目管理课程里边也见过 见过这三个词 实际上这时间成本和质量是我们项目的三个核心 首先来看时间 时间也叫进度 为什么进度对于项目来说很重要的 首先进度的延误会导致成本的上升 因为我们的软件系统成本主要就是人力成本 所以进度的延误会导致成本的上升 每延误一天成本都会上升 第二个成果是有一定期限的 我们的产出和成果它是有一定的有效期的 如果过了这个有效期 有可能就会没什么意义 不管是这种技术方面的有效期 还是说市场业务方面的有效期 我们过年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很火 就是这个微信发红包的功能 大家都在发红包抢红包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一个时效性非常强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就必须要求在临近春节前的一段时间把它拿出来 如果说过完年以后才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两天如果说在大家再做一个发红包的 还有多少用户去用呢 项目进度 我们给人的一个感觉 就是难以把控 做了这么多年项目 好像感觉所有的项目都在延期 所有的项目都没有按照这种预定的期限完成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工作量 本身这个项目的工作量是很难评估的 另外一个完成工作的人的能力是难以评估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工作量评估成多少个人月 或者说多少个人天 那么完成这个工作的人的能力去怎么评价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有一个有着几年工作经验的这样工程师 他们的工作效率肯定是不一样的 项目进度难以把控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去对这个项目进度进行一些跟踪和管控 我这个地方呢 我就简单的列举出来一个方法 第一呢 首先是编织计划 我们要有一个计划 把任务分解了 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子任务 然后对任务进行排序 对工作量进行评估 估计出它的这种起始时间点 然后再列出对应的产出 计划编织出来以后 我们就按照这个计划去实施 还要有人跟踪 跟踪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偏差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偏差的分析 找出这个偏差的原因 究竟是项目 究竟是这个估计的不准确呢 还是说完成过程 没有严格去完成 分析这个偏差以后呢 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继续进行跟踪 继续进行实施 这个地方简单的列了一个列表 说明了项目的各个阶段 我们要进行的任务 和一些对应的产出 如何去跟踪这个 以及如何去这个跟踪它 比如说在需求分析阶段 我们设定好期时日期 那么我们完成任务 就是要完成需求分析 对应的产出呢 就是要交付需求分析文档 那后面会有跟一个完成情况 我们要对完成情况 进行一个相应的核实 接下来进入概要设计阶段 概要设计阶段 我们完成 主要是完成一个概要设计的任务 那么对应的产出呢 也是概要设计文档 同样详细设计阶段 我们对应的产出啊 就是有对应有 比较详细的这些设计文档出来 接下来就是编码和开发 比如说我们把编码呢 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要完成 这些模块的开发 那么我们交付呢 就是代码和自测报告 第二阶段呢 我们要完成这些模块的开发 交付也是代码和自测报告 开发完成以后进入测试阶段 测试阶段我们分为 集成测试 业务测试和性能测试 当然各个测试阶段呢 也要有对应的这种测试报告 投产阶段我们要做的一些工作呢 比如说投产准备 上线演电 然后产出就有上线方案 演电报告啊 最终就是一个可用的这种生产软件系统 接下来阶段我们进行的活动 比如说项目评审和验收 对应的产出呢 有评审报告啊 验收报告啊 总结报告 在每一个阶段后面 我们会跟一个完成情况 就会把各个阶段的这些完成情况 跟在后标 那么就如果出现了偏差 会有相应的偏差分析 和调整方法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这样一个表格 实际项目工程中 肯定比这个复杂的多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表格呢 来说明这样一种 就是说方法 项目三要素的第二个问题 成本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合理的投入 而且这个投入是有限的 成本并不是越低越好 如果说是越低越好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恶性竞争 低价中标 如果说这个价格 如果明显的低于成本的话 肯定会出现一个质量缩水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公司通过低价中标 那么他就不派一些好的工程师 或者少派一些人力 最终呢 对双方来说 都不会有一个这种好的 好的这种效益 其实我们软件项目管理成本 最重要的就是管理好进度和质量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 软件项目的成本主要就是人力成本 所以管控好进度呢 也就是管控好成本 项目三要素的第三个要素 质量 质量是我们项目三要素的核心 如果说进度完成的很好 成本也控制的很好 那么质量不达标 我们这个项目还有什么意义呢 质量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和成本范围内 拿出质量可以接受的成果 注意这个地方是质量可以接受的成果 而不是说质量最好的成果 为什么呢 因为质量的提高 必然导致成本的上升 我们质量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软件质量的几个要素 看一下这张图片 首先是正确性 其次是建状性 那么上面才是说这个软件的效率啊 可用性啊 完整性啊 这种维护上的扩展性 这个地方我们只简单的说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更详细的 大家下来就去查阅其他的资料 项目质量呢 是贯穿整个项目过程的 从我们项目的这种立项开始 质量管理活动就参与进来 这个地方我们也给出了一个列表 来说明各个项目阶段 我们进行质量管理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需求分析阶段 需求分析阶段 我们的质量管理活动可以是需求评审 也可以是画出一些用户界面的原型 也可以是用户审查 就是说来评估我们的需求分析是否到位 设计阶段 我们可以有设计评审 也用户界面原型 编码阶段呢 我们可以是代码的抽查 代码的会讯 大家坐在一起 这个审查代码 那么也可以是开发规范的这些检查 在一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设立一些检查项进行检查 测试阶段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测试案例的评审 一些bug的追踪管理 投产以后呢 在投产阶段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 比如说并行运行的 一些功能的这种提前验证啊 需求管理变更的这些活动 来进行一些质量的管理 不同的项目 侧重点会有所不同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微信红包 那么它这个实践上的要求呢 就 实践上的要求呢 就更加强一些 再比如我们这些航天工程 人力物力财力投入都非常大 如果项目质量有问题呢 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项目的质量就更加重要一些 其实我们进行这个项目的规划 和项目的管理 就需要在成本 时间和质量 这三个要素之间达到一个平衡 让这三个要素都在一个 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最后我们还有新闻的量 质量 感谢观看